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能以塑胶为基础 做成柔软、可弯曲的可挠式太阳能电池 也可以作为不同的色彩或透明度 又可以在微弱的光源下发电 不管是阴天、雨天或者室内 都可以转化为电能 此外,它比较不会因为高温降低效率 适合高雄的气候 更重要的是,这种崭新的技术 它的成本低 虽然目前制造的价格比较高 但随着材料的突破 未来的成本与污染 都有可能再降低 未来很有可能 成为太阳能发电的关键技术 另一方面 新的技术 可以让它应用在市区大楼的窗户 成为隔热发光的光电玻璃 或是作为装饰 贴在建筑物上 甚至在背包的表面 或是衣服、电子产品 都可以活用这些技术 灵活调配、辅助、电力的运用 更重要的是 一种对于自然珍惜 对于环境温柔的态度 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然后你进行温柔的电子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多 是啊